如果人生不斷追求買樓或錢 沒有了一些夢想 也不是那麼好玩 艾仁迪爾達爾唱跳歌手出道 中學時因為家裁困 而開始半工讀的生涯 在學校社區中心做兼職跳舞老師 入行之後他更加創辦了自己的跳舞學校 原來當時創業的資金 是靠他第一次投資賺到 我入行開跳舞學校之前 真的靠股票市場賺到 都叫做一個統金 10萬元都不 19、20歲來說是很好的 能夠賺到 但也知道那段時間 也體會到很大的壓力 你明白到這個 除了運氣之外 一些功課都是要做的 不要小看購買股票的人 你就好 這麼簡單買股票就賺錢 但我相信一些專業的人 其實他們做的功課 就等於我在宿舍跳10個小時 真的需要做很多功課 預備 甚至是無知境的研究 不過 竟然跳舞學校期間 他曾經因為野心太大 遭用三四千呎的場地 每月營運成本高達十幾萬 而陷入消費狀態 那三年是經歷得最辛苦的 因為真的賺錢回來 都好像燒下去了 後來到了一、六年的時候 應該都醒覺了 醒覺了 為何經常都在想 為何大家這麼多工作 為何大家人工好像都不是那麼高 然後大家是沒什麼錢剩的呢 想了很久後來 不如這樣吧 我們之後做 要做都是做成本低一點 地方開小一點 疫情期間 迪爾特的跳舞學校停業近半年 一共損失二、三十萬 但由於早已轉租較小的場地 損失不算太多 除了跳舞學校的生意之外 他憑著主持節目安樂窩的經驗 開了網上室內設計裝修配置平台 為客人提供報價和顧問服務 就受惠疫情發展 客人增加三倍 開初遇到很多困難 例如一些人不信任 覺得未試過 可能要打電話來談很多次 甚至上來看看你們是否真的 之後 但其實慢慢到現在 已經很信任 即是他網上按完所有東西 基本上他已經可以 可能談一次電話 或者談一次電話 已經可以幫他解決到 他可以找到相應的設計師 作為歌手主持人兩盤生意的老闆 有多種收入來源 但迪爾達自己沒有買樓的打算 他認為香港樓價過高 而且面積不大 未來只是計劃幫父母 買回以前住過的單位 不斷將資金投資在演藝事業和生意中 回報可能不夠買樓那麼多 迪爾達會不會覺得可惜 有時都會想 自己是不是傻了 有些藝人賺到一塊錢 當然馬上買樓 尤其是我做安樂窩 有時都會想 如果當時我們買了還有五百多萬的樓 為什麽當時 儲多點錢 不要搞跳舞校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就買到一塊樓 他現在都升幾百萬 為什麽當時不做 一來覺得回到過去 二來都想 都沒辦法說的 自己都開心的 有時都會想 都是要及時行樂的 如果人生都不斷地追求買樓 或者錢 沒有了那些夢想 都不太好玩 你經常有一個開心無益 都玩 都是值得的 當然有點可惜 但我覺得兩全其微 心費不得於手 你們 就是 我 真不認 我 你 ghost 你 我